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奥地利格拉斯市的一个小镇里出生了 他的父母很是欣喜 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顾 雷纳尔也就这样一天天的长大了 俗话说有得必有失 也许是因为雷纳尔已经拥有了父母全部的爱 所以上天才给了他异于常人的身高 让他受到世人的使孝和嘲讽 雷纳尔还是婴儿的时候 就已经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征兆 他比其他婴儿要瘦弱得多 而且一直多病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征兆也变得愈发明显 雷纳尔始终比同龄人要瘦小 到最后他虽然年龄一直增长 但身高却一直停留在了幼年时期 这样的情况让雷纳尔的父母担心不已 并带着他四处看病 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十分有限 很多医生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大量药品吃下去也于事无补 他还是一厘米也不再长过 后来随着医学的快速发展 医疗水平相较于从前有了很大的进步 父母便带着雷纳尔去了当地最有名的医生那里做检查 最终检查出了问题所在 原来雷纳尔是患上了侏儒症 患上这种症的人 他的身高一辈子都会停留在幼年时期 因为是自身的激素出了问题 所以这种病很难被治好 1917年正是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刻 奥匈帝国属于同盟国阵营 当时的奥匈帝国是欧洲列强之一 一直靠着侵略其他国家来壮大本国 在那个时期 国家号召壮志青年加入军队 获得战功者可得国王授予的功勋和奖励 当时正值青春年少的雷纳尔也想要加入军队 为国家出一份力 每一个少年的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梦 保卫自己的国家 守住自己所爱的人 雷纳尔的父母很支持他的决定 他也很想让自己父母可以为他感到骄傲 可当雷纳尔真正去报名参军的时候 却被现实狠狠地打了脸 他落选了 因为他的身高太矮 不符合当兵的要求 甚至还有军官当众出言嘲笑他 当时的雷纳尔已经18岁了 可是他的身高却一直维持在幼年时期的高度 雷纳尔站在那里 看着周围人比自己高出很多的身高 他第一次感觉到无力和挫败 但是在来这里之前 雷纳尔从来没有自卑过 因为他的父母一直都很爱他 他很自信也很快乐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人异样的目光让雷纳尔变得极为自卑和敏感 他再也承受不住跑回家去 放弃了自己想要当英雄的理想 可是谁又能想到 这位患有诸如症的小矮个 竟然会在21岁后突然暴涨一米多 一跃成为别人口中的巨人呢 从诸如到正常人再成长为巨人 雷纳尔两次成为别人眼中的异类 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他的身高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此时的雷纳尔垂头丧气 这说明今后他会一直承受他人异样的目光 而他想做的事情也会因为自己的身高受到限制 他永远也无法参军实现自己的报复了 雷纳尔不怕被人一直嘲笑 甚至有时候他觉得这些都无所谓 但是他不愿意自己的父母因为自己而受到别人异样目光 对此雷纳尔的情绪一度非常低迷 父母多次劝慰也不管用 但他沮丧了一段时间又再次振作起来 他想和命运再抗争一次 这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雷纳尔的父亲经常教导他 不要轻易向命运妥协 他想看看自己是否真的不能再长高了 如果努力过后依然没有结果 那样他才能对命运的安排感到心服口服 为此雷纳尔在书上找了很多有利于长高的方法 每天坚持喝牛奶跑步运动 只要别人说能长高的方法他都尝试过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雷纳尔还多次跪着向上帝祷告 请求上帝能让自己长高 为此他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 也许是上帝听到了雷纳尔内心的声音 在他痛苦了几年之后 突然有一天 他惊喜地发现 自己从前的衣服裤子好像穿不下了 雷纳尔怀着忐忑的心情拿出尺子 去测量自己的身高 看着那笔从前高出几厘米的数据 雷纳尔欣喜若狂 大声地喊着爸妈 雷纳尔的父母也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他们双手合十 一遍遍地说着感谢上帝 父母再一次带着雷纳尔去看了医生 医生也非常惊讶 患有诸如症的人居然长高了 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堪称医学史上的奇迹 竟然就这么发生在了一个小伙子的身上 医生急切地想要了解 这几年来雷纳尔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也许把这些记录下来 就能够找到治疗诸如症的方法 雷纳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医生 他这几年做过的事情 医生听了觉得很是奇怪 他做的那些都是正常人用以长高的方法 对他这种诸如症患者来说 其实并不惯用 医生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让雷纳尔突然长高 他只能让雷纳尔回去 如果之后身体有什么异样 立即来找他 雷纳尔在之后的几年 终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他开始有了朋友 有了追求者 走在街上 他可以淡定地和朋友谈笑风生 也可以大胆地去向自己喜欢的女生告白 周围人也不再有人说他是矮子 也不再有人说他是怪物 雷纳尔慢慢恢复了自信 他感受到了生活的快乐 也开始觉得未来可期 可是雷纳尔忘记了自己 也曾向上帝说过 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美好的东西总是稍纵即逝的 雷纳尔的身高一直都在变化 周围的人渐渐开始觉得不可思议起来 因为当时他的身高已经长到了两米多 变成了别人眼中的巨人 就像他身为诸如一样 这个可怜的男人 再一次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异类 那些曾经消失的嘲笑 和异样的目光 再一次向他袭来 他没有了朋友 也失去了爱情 又变成了孤身一人 除了心理上的改变 雷纳尔的身体也开始发生巨变 因为身高长得太快 导致他身体所需的营养 跟不上发育的速度 他开始出现营养不良 身体素质也比从前差了很多 雷纳尔身体的多处骨落 开始出现疼痛 这种疼痛让他无法忍受 他又再一次去找了那位医生 看到现在已经长成巨人的雷纳尔 医生感慨 他真是医学史上的奇迹 医生给雷纳尔安排了一次 非常全面的身体检查 这一次青少时所患诸如症 以及现在身高猛增的秘密 终于被发现了 雷纳尔用年时期 患有的诸如症是天生的 因为身体的生长激素分泌不足 所以身体的一些机能 没有完全发挥出作用 所以身高一直停滞不前 雷纳尔本来以为 上帝真的听到了自己的祷告 不忍心在折磨他了 却不曾想 是又给了他另一场折磨 让他比从前患诸如症的时候 更加痛苦 有时候雷纳尔会怀疑 这世上是否真的有上帝 人的命运就是这么奇怪 不幸的事情总是会接连发生 在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时候 又会给你重重的一击 雷纳尔的身上 虽然发生了两次不幸 但这个时候的他 还是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因为他的父母 一直都在他的身边 陪着他激励着他 他也积极地配合着医生的治疗 每天吃药打针 雷纳尔的病情 好像又开始好了起来 长高的速度开始降缓 营养也逐渐能开始跟得上了 他觉得自己好像 又可以快乐地生活了 如今雷纳尔身高猛增 是因为他的脑垂体旁边 长了一个肿瘤 这个肿瘤压迫着脑垂体 让其不断地分泌生长激素 医生断定 这位可怜的青年人 又患上了巨人症 有一天外面的阳光很好 雷纳尔想起 自己好像很久都没有出过门了 于是就想出去走走 他看着热闹的街道 人间的烟火气 让他的心情变得好了一点 雷纳尔觉得自己要坚强一点 不要为外界的话伤心失望 可是当他从一个三岁小孩的嘴中 听到怪物两字时 他再也没有办法乐观起来 雷纳尔努力建立起来的坚强 瞬间崩塌 他不理解 为什么连一个小孩子 也会对他这个素未蒙面的人 抱有如此大的恶意 雷纳尔又开始失望了 他对这个世间已经不再抱有希望 他不再愿意出门 也没有精力再去面对别人不友好的目光 更不想听见 别人嘴里说出来的诋毁的话语 雷纳尔的骨头整日整日的痛 脑中的肿瘤一直在长大 逐渐压迫到了他的失望神经 他的眼睛已经很难看见东西了 只能躺在家中不能动弹 加上多处的身体机能也开始退化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吃不好也睡不好 从前强壮的他 现在已经瘦成了皮包骨 剧烈的疼痛 让他忍不住会发出痛苦的声音 一个才五十多岁的人 就已经头发花白 像一个将死之人 他痛苦不堪 却再也没有力气去质问上帝 为什么对自己如此不公 雷纳尔很想放弃 但又不甘心 当时的医疗水平没有办法治好肿瘤 雷纳尔的病一直都在恶化 在经历了漫长的身心和病痛折磨之后 他终于支撑不住 在1950年3月4日离开了人间 十年51岁 不论他有多不甘心 雷纳尔还是离开了 或许这也是一场解脱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为雷纳尔感到惋惜吗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